換句話說,如果把應用到你個人身上 我們現在有很多科技嘛 科技產品啊,有很多技術啊 有很多電腦軟體啊 這些東西到底對你有沒有幫助 一樣的道理,別人能不能模仿 如果你會一個東西,每個人都會 這東西對你是沒用的 譬如說現在很多大學都講 要去考什麼證照有沒有 證照最多的就是語言的,英文的 什麼文的證照,電腦的 什麼軟體的,office的證照 這還要考證照嘛 也有我跟你講 對啊,然後什麼什麼軟體的證照 一大堆啊 然後這個什麼,這個 商業的也有 商業有很多證照 或者是這個金融方面的 一大堆證照,我請問你,多少人有這個證照 一大堆人有 你會再看一看哦 到底是哪些人在推展這些 證照要去考證照,你會發現都是 中後段的大學 一些什麼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啊,技院這些的 為什麼 他們老師都不斷的鼓勵學生啊 還有把這個考證照列為畢業的 標準之一耶 如果你沒有考到哪張證照 你這堂課就不能修過 或者是你沒有考到幾張證照 你就不能學校就不能畢業 他說,看看你們學長姐 他有考了三十幾張證照 這樣子排出來 然後這樣子,又倒過來 當賭神 搞那麼多證照要幹嘛啊 沒有用啊 你看這些後面的這些大學的學生 他們一大堆證照,就業有比較好嗎 也沒有嘛 如果是台灣大學的 或者是國外長春藤大學 留學回來的,他都沒辦法證照 他找工作比較簡單,還是 另外一個比較簡單 應該是比較好的大學比較好找 所以你就說這東西有沒有用 沒有用,太容易被取代了 所以你每天都在搞那些電腦什麼的 對你非常不利用 不但沒有用出來非常不利 因為你會把時間都耗在上面 你去看一本書叫做 《風成功超捷徑》 我們以前的三個用書啊 這本用書是我們唯一一本用書 用兩次的 就是他非常的重要 這個裡面跟你講 第一張就跟你講 不要用太多電腦 對啊 因為太多電腦就是會 你會發現你在用電腦的時間裡面 全部把它加裝 你會發現有一半的時間在修電腦 有沒有 壞掉 啊網路 啊這個 一半的時間在修電腦 所以你已經浪費掉一半的時間了 剩下一半的時間裡面 又有一半的時間在排版 你明明打一篇文章很簡單 你就這邊排 這個字體喔 你有三四十種字體可以選 這字體不好看 賣一個字體 顏色 排版 調半天這樣子 你如果用寫的那篇 可能五分鐘就寫完了 可是你用電腦打造 你講應該比較快跟漂亮嘛 可是你為了排版 你會耗掉半個鐘頭 所以你一半的時間在修電 另外一半的時間在美化 很不重要的建立要把它做得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有這些功能你就會用嘛 啊 握著就有那麼多功能啊 你就要用啊 事實上你去問比爾蓋茲 他說握著的功能裡面 他會的不超過十種 他自己都不會啊 然後那個比爾蓋茲曾經接受過雜誌的訪問 齁 在講這個電腦的啊 比爾蓋茲他自己講的喔 他說齁 我禁止我的小孩齁 吃了命於電腦 我們家都不能用電腦 見不見 一直開發電腦軟體 然後來殘害別人的小孩 對 他說重視閱讀 閱讀比較重要 我們家很多書 啊小孩不能玩電腦 禁止 有沒有 這太賤了 所以你就是要玩電腦 會讓你的這個能力下降 啊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如果你在辦公室 你盡量不要碰電腦 文書的東西 假裝不懂 知道嗎 別人叫你弄你也不知道 齁 然後你就 別人問你電腦 你不要說齁 這個我會有教你齁 這個我的齁 powerpoint 功能要怎麼用 有沒有 你教他你就完蛋了 他以後有不懂得來找你 浪費你時間了 你比較好的做法是說 我不會 可是我還是可以幫你 因為我知道那個齁 陳經理他會 他這個 powerpoint 非常的厲害 我上次看過他簡報啊 很多動畫 齁然後功能他都會啊 你去問他 啊陳經理 陳經理就是你的齁 在事業上競爭的對手 就 你就把這些人 全部都一直叫過去 叫過去有沒有 齁這就是採用剛剛齁 陳友林老師講的 酒術裡面的齁 這個齁 潛之 那個什麼 余承 我去把一些很 糟糕的人都推給他 然後他就肯定過去 煩他 我跟你講這到底要怎麼 哇 陳經理你好厲害喔 每天在那邊齁 把他時間都搞掉 齁然後你就 趕快專心工作 然後你就能夠競爭 然後對方就被你打壓了 辦公室政治 有沒有 所以過去的這種政治 跟我們現在的政治是一樣的 你要精通 酒術 所以你不要覺得那東西沒用 非常的有用 我跟你講 我過去的經驗是非常有用 我專門在使用 酒術的 但是我心中有道 有沒有 要先道才能夠有術 這個要搞清楚啊 好